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办法好像一般大学教课的形式参加每周的课程 但是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和雅克伯先生的交流 学习 工作 没有停止过 包括我在法国Evicom的留学 以及雅克伯先生在日本的一些工程项目 首先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 我非常热爱雅克伯先生的音乐 从一开始 他的音乐一直都是我在创作上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标杆 可以说他的音乐是我成长和学习最大的动力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可以得到雅克伯先生的直接的指导 不管在中国 日本 或者欧洲 和雅克伯先生的每一次对话 都对我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 没有他的情况下 我绝对不可能进入法国Evicom QCC的课程 也不可能完成我在日本的博士课程 雅克伯先生具有非常精湛的作曲技术 电脑编程技术 而自身这些技术的不是技术本身 而是他的哲学以及美学思想 这些东西都在音乐创作 并非停留在音乐作品创作本身 而是埋向创作音乐的本身 我相信这些东西是雅克伯先生所带给我最大的财富 我刚刚完成了我在日本的博士课程的毕业 我觉得这一切都刚刚开始 我非常期待在未来和雅克伯先生 有更加紧密的交流以及合作 谢谢